R86公车路线对暖暖区民众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通勤班次 暖暖区的议员跟当地里长相当关心 点出仍有很多班次及运量的问题急需解决 基隆客运在基隆R86的时候有个七点班次 让通勤族可以顺利搭到八堵发车 七点二七分跟七点三十二分的车 但市公车接手之后 因为碍于基隆市公车过往四年 不曾做过实质的改革 所以我们的班次调度了不起 只能给到七点五分 那今天这一班就是要特别请国梁市长来体验的 因为七点五分的车你到了八堵车站 你会完全感受感不到这两班台铁 那问题来了 台铁接驳公车的用途 就是要接驳台铁的时刻 那如果说连台铁时刻都赶不上 那这个路线当然要检讨 R86还有另外一个很大问题 是夜间回来的车 现在八点之后就没有车了 试问有多少通勤族 在八点之前可以回到暖暖 可以回到基隆 这根本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注决就是希望说 这个R86的时间能够再往后延长 那因为平日只到晚上八点 那有些人火车回来 或是下班的 或是到七堵 不管是七堵还是八堵的时间 有时候都超过晚上八点 那已经没有R86可以搭了 然后加上平日的晚上 只到六点而已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希望这个班次可以往后延长 那整个R86服务品值可以再提升 那我们首先要先感谢市府 愿意承接这条路线 那么从基隆客运换到基隆市公车处 那么希望是说 因为公车处要有市长的高度 以及市长的魄力 希望可以改善我们暖暖人 的通勤的需求 那么希望可以再增加班次 尤其是我们R86又分为大车跟小车 小车到我们幸福华城 真正到幸福华城 圆环社区的地方 车子很少 希望我们可以再增班 针对议员提出的状况 市长谢国良特地和议员们 一起从暖暖幸福华城下方的台北大镇 体验搭乘7点05分发车的R86 到达巴督车站 发现要衔接火车班次 的确不太容易 另外在车上也听到许多乘客反应的心声 市府将请公车处跟交通处 尽速针对搭车民众的实际需求 进行规划与调整 首先就是如果是小车的话 那虽然可以上去到幸福华城 但是对于整个运量来说是不足的 那也有很多乘客朋友有反应 周末也希望有搭车 那我觉得整个R86 今天虽然是搭车 然后也是早班 但是搭乘起来还是很多民众都有搭乘 记得满满满 所以我相信增加这边的运能 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主要工作 但如何再增加运能 跟能够让中巴能够上到华城 载一些长辈等等 这两者的需求 我觉得都需要来兼顾 那之前在疫情前 其实原金融客运的这个班次 其实是有大车的 这个做相互的搭配 那现在我们希望说是可以回到这个 请公共处这边来做一个研拟 未来是不是在假日的时候 这个班次是目前是全部都是小车 那未来是可以来 在这个班次上 摊杂一些大车的车辆 让民众们可以再回来的时候 买了大包小包的菜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乘车空间 我们希望在尖峰时段 不管在早上或是夜间的尖峰时段 可以征班 然后甚至可以更加适合搭配 从夜间从早上的台铁的班次 让R86作为台铁唯一接驳路线 可以作为实质作用 另外R86的路线也会随着 现在高龄化 龙门谷将近4000户的居民 我们如果要让真正长辈行无碍 也必须就从R86开始 透过这次实际体验搭乘 暖暖区议员都感谢市长谢国良 亲自来搭乘R86 感受通勤族的无奈 市长谢国良表示 将针对R86公车路线的不足之处 设法再精进改善 让通勤通学民众和社区长辈 都能享有更便利舒适的交通服务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